要点是吧 啊 这是一场经典的拳击比赛 由健身猛男嘴哥对战东行耀阳 嘴哥名叫李文龙 是一位健身肌肉猛男 在某平台拥有700万粉丝的大博主 获得过全国舰体冠军 曾是一名解放军侦察兵 有着独特的风格魅力 常常在直播中以口头缠要猛 也被网友称为肌肉猛男 你看看 怎么说都不听 怎么说都不听 你去健身你去锻炼 你身体健康了 跟我有毛关系 跟我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别不死好歹 耀阳是一位九伯父打野天王 也是无规则古拳法创始人 以柔化纲 刺两拨千斤的一代宗师 人送绰号东行耀阳 双方在赛前就剑拔弩张 不仅在网络上宣战 更是在比赛开始前仇恨只拉满 面对躺在地上的娇媚 嘴哥自然是熟能生巧 丝滑细腻 不缺美感 然而耀阳同样不甘示弱 虽然以细狗为称 但是在美女面前也是尽显猛男气质 双方来到比赛现场 两人的风格完全格不相同 耀阳属于细狗性选手 嘴哥则是力量型选手 绝对力量对比细狗 谁能更胜一筹 答案马上揭晓 裁判为了耀阳的生命安全 也是给其带上了护卷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开始后 嘴哥二话不说压制上去 直接打出一拳就将耀阳击倒 耀阳也是满脸的不服气 快速起身回到战力位 随后开始发起猛烈的重拳反击 然而在嘴哥的抗击打面前 耀阳的攻击就像在挠痒痒 对其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这时耀阳抓住机会 打出凶猛的组合重拳狂扑 嘴哥被打得措手不及 不停地的后退游走 耀阳则是乘胜追击 嘴哥快速调整一下状态 立马打出后手重拳抱头 瞬间将耀阳打得躺在地上 疼得在地上疯狂打滚 裁判健壮也是上前进行读秒 但耀阳非常的顽强 并没有打算投降 咬牙坚持站起来了 对裁判说自己没有事 还可以继续打 虽说有些人说 这个练健身的是肌肉 但是这个威力还是很大的 对 就是在 我相信一个话 在绝对力量面前 是吧 确实 只有两个人体重还差的不少 起身没多久 结果耀阳又被嘴哥重拳击中 再次将气打飞在地上 这完全就不是一个急理 但耀阳这家伙依旧顽强 死活不认输投降 站起身来接着赶 就算死也要被打死 绝对不会投降认输 耀阳也是憋了一股痕迹 突然打出一拳抱头 将嘴哥打得措手不及荒芒后腿 差出来这8公斤可都是肌肉啊 都是嘴哥身上 不止8公斤的肌肉 对 而且你看嘴哥的体脂率 我们目测基本上就是10左右了 第四次被击倒在地的耀阳 还是不放弃 嘴哥也是不打算给他机会 使出狂风暴雨般的重拳狂轰 全部打在了对手腹部位置上 耀阳被打得连连后撤 嘴哥健壮也是给出致命一击 再一次将耀阳打躺在地 这一幕看得台下观众哭笑不得 裁判也是再次上前进行毒秒 但这一次耀阳彻底被打伤了 蹲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 无奈只能放弃比赛 就这样 嘴哥以绝对力量碾压对手 将耀阳打得非常狼狈 全场五次被击倒在地 最终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嘴哥以重拳KO的方式取得胜利 你觉得这场比赛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看着点赞论区留言 好 好